本土病例有十二例 那境外移入的有五十八例 那死亡更二案没有 那里面还是以美国最多是二十七例 本土再暴增十二例 境外新增追评过去最高 清洁员传染家庭再多两起 案一期四七四同住家人 和案一期三零八的女婿都染疫 而居服员传播链数状扩散 最让人忧心 儿子传给同学 同学再传妈妈 居服员甘妹传给电子厂四个同事 而他照顾家庭 已经累积三人染疫 再增案一七四一六 男童父亲跟姐姐一家五口 全部染疫 机场的清洁人员以及保全的这个序列 目前S序列也都是一致 他这个S蛋白的序列 确实是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特征 是其他在这个境外一路或国内没有看到的 所以我们初判也是认为说 应该就是属于同一期的这个群聚事件 疫情烧进家庭也从桃园烧进台北市 联合医院中心院区专责病房 护理师演出确诊 同病房护理师也染疫 两人刚打第三剂就碰上病毒 CD值第一病毒量高 而护理师男友也被传染 从照顾过的确诊者研判 感染Omcron风险很高 大量返乡朝内外夹工 已经威胁社区 淘机群聚爆出五名幼童确诊 专家会议将讨论五到十一岁 可否打疫苗 同时催打第三剂 一九二预约平台 将在十五号重启 限时一天半预约 把覆盖率再吹高 三新闻过去 林温馨S&M小组 从匆忙忙拖着行李快步进厂区 好几台大巴士门外待命 员工一楼层分流上车 总理这间电子厂爆出群聚 居服员甘妹也在这里上班 狂烈同事裁检在宴四人阳性 这五人工作场域都在四楼 但保险起见要求全厂都停工 其他人采英还是不敢大意 毕竟累积五人确诊 电子厂全员近两百八十人 要求入住检疫所隔离 另外居服员传播链 还进到别的家庭 老师广播唱名家长担心交集 中午时间急报校门口 居服员照顾家庭中 除了原先确诊的小男童 大伯和妈妈定序也是Omicron 又在新增男童爸爸和三岁姐姐染疫 妇及郭小布停课十四天 中午的时候就老师有传简讯 当然我们家长群组也有传简讯 就是说幼儿园 然后已经有人确诊了 爸爸之前是觉得说 可不可以不要让他去学校 那我说怎么可能 因为每个小朋友如果都这样做 那怎么有可能不可能 那后来他今天还在念说 你看吧 老师昨天就我跟小朋友交代 说要带大袋子 因为随时可能都要打包 一人提两三袋 打包用品回家 停十四天 期末考取消 改线上学习 桃园市也宣布 全市国小课程安排到一月十四号 提早一周放寒假 避免校园群聚再蔓延 三连新闻林家荣 曾家宣 桃园报道